這個月的10月16號民進黨總統參選蔡英文要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辦大型的造勢活動 那麼當天會有一群阿公阿嬤來跳這個健康操 用這樣的方式來迎接蔡英文 今天我們獨家募集到了 這群阿公阿嬤在接受健康操的魔鬼訓練 音樂一下手忙腳亂 這位阿伯左邊右邊傻傻分不清楚 還是跳得津津有味 一下子很吃運的 那第二次就不會了 我回去我就在我公園我就做給大家看 有人要偷學回家到公園練習 不過有人韻律感超好 一次OK跳到都汗流加倍 很認真在跳 在有時候流汗流 不錯啦 因為回憶以前當學生時代跳了健康操 一群阿公阿嬤聚在一起活動筋骨 可別以為這是什麼團康活動 這個操可是大有來頭 是專屬蔡英文的小英健康操 這群種子教官密集魔鬼訓練 都是為了10月16號要帶領500個群眾 在蔡英文的凱盜大型造勢會上粉末登場 其實它就好像競選歌曲一樣 它是一個專屬於小英的 讓拉近小英和一般民眾的 而且又可以全民運動的 動作很簡單的 這種叫做健康操 要讓政治更健康 來斷健康操少點燕銷味 要問點總統大位 候選人不只要比體力比耐力 更要比創意 民視新聞晚起張正祥台北報導